在这一边我们看6.1的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Soft Problem 应用题 然后他说10年后 加六的年龄会 成为他的年龄的 那个三倍 所以他问加六现在几岁 然后我现在让他 his age this year 是x岁 10年后 他会是等于他的三倍 所以就是说他现在 是 他现在是x years old 所以他 10年后呢 10年后的时候呢 他几岁就x加10 10年后是他的 现在的年龄的三倍 所以我就有x加10等于3x 然后我把 这个翻过来 所以我就有10等于3x 减x然后我就有 2x等于10 然后我的那个x等于10除 然后我就有x等于5 所以加六现在是5岁 所以他加六 is 5 years old now ok我怎样知道他对呢 我就check我的答案 ok他现在5岁 10年后他是15岁 15岁呢 其实是5的三倍 就是现在的年龄 就是现在的年龄的三倍 所以是正确的 ok好 所以15是3乘5 15 然后5加10 然后会是等于3乘5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这边 x加10等于3x ok 嗯 嗯 谢谢大家